走进超商货架上的物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但现在美国民众购物时都会特别留意价钱 多方比较在放进购物车 通膨飙升也让物价跟着飙涨 让民众的荷包越来越扁 万物接涨但薪水没涨 让日常生活开销不断扩大 压得许多民众喘不过气 随着美国通膨加剧 在汽油房租以及食品大涨推升之下 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百分之九点一 超越市场预期的百分之八点八 创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以来最大涨幅 为了抑制高通膨 联种会六月时一口气升息三码 而两周后联种会官员将再度集会 外界认为联种会七月 有可能再度升息三码 不过外界猜测甚至有可能 一口气升息四码 如果成真就会是联种会 从一九九零年代初以来 最大的升息力道 而同样面临通膨压力的还有加拿大 加拿大银行在十三号 一口气升息四码 创下从一九九八年以来 最大单次升幅 加拿大银行行长表示 一口气升息四码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more people are getting more worried that high inflation is here to stay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 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low stable and predictable inflation is paramount second the canadian economy is overheated there are shortages of workers and of many goods and services demand needs to slow so supply can catch up and price pressure and third our goal is to get inflation back to its two percent target with a soft landing for the economy 加拿大银行指出通膨比原先预期更高而且持续更久在经济强劲情况之下需求远超过供给物价增幅正在扩大因此不排除未来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性 而为了对抗通膨各国央行纷纷选择升息对此国际货币基金IMF总裁乔治艾娃表示 全球经济前景变得明显暗淡而且可能持续恶化 因此IMF将进一步下调2022年以及2023年经济成长预测 乔治艾娃表示受到物恶战争和急剧通膨影响 2022年将是艰困的一年随着经济衰退风险增加 2023年可能更加艰困 尽管面临经济衰退风险对抗通膨仍然至关重要 欢迎新闻孙玲林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